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台币呢 也持续在贬值喔 我们看到台股今天呢 是大盘跳空开低 下沙了200多点嘛 那不知道接下来这个资金轮动 这么迅速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抓到重点 赶快来请教丰路老师囉 嗯 今天这个盘势啊 其实 应该也算在预期之中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美国股市它其实在 这两次的一个重要经济数据发布之后啊 一个是CPI数字 它是冲高之后就拉回休息 涨势就很少 升两码这也是已经确定的事情 到底讲尘埃落定了嘛 那今天晚上什么日子 美国事务日喔 什么叫事务日 它的一个棋子要做结算 那结算通常当天都是大震荡 那下个星期啊 整个的美股啊 有没有机会进行反弹 其实还是要看 今天晚上事务日之后啊 那它的一个走势 那这个其实对国内先进阶段的个股来讲 我觉得影响不大 对指数会有影响啦 那我早上的分析面 先跟大家来提说 其实接下来你都不用管指数 因为指数是控盘工具而已 你只要避开外资在提款的全值股就好 哪一些 台积电 我们有说嘛 对 联发科 我们昨天也有说嘛 是 那再来就是其他的一个全值股 但能不能让它失控 不行 不行 好 啊有没有要让它失控的意思就看谁 看智邦嘛 是 我说这一波你要看智邦是 我认为是控盘者的控盘指标 我相信你在全市场上没有人告诉你说 你看智邦可以去做股票的 大家都在想说你要看台积电啊 是啊 不然要看联发科嘛 不然你还要再看谁 看红海 下礼拜红海要不要硬起来 逻辑上要 因为你已经不能靠台积电了 是 你也不能靠联发科 靠红海没有问题 没问题啊 红海在上个月啊 就最危急的时候啊 是不是郑州的事件就很严重嘛 对不对 但人家也没有大跌啊 是啊 那营收最坏的时间也过去了 接下来就是不断的在回补嘛 是 回补它的营收 那 它还能跌吗 也不会跌 而且它未来还有什么 电动车嘛 对 这个是现在还没有完全攻击的集团股 好不好 所以你会听到越来越多对指数的攻击 对美股的不信任 但是呢你要很有先信的一个想 那支还要搞钱啊 要过年了还继续搞钱 那它搞什么我们就跟着搞 但是你手脚要很快 好不好 像这个礼拜有好多种不一样的股票在涨 我说真的 不怕现在的成交量不够 就怕现在的一个主流太多 你一天一个主流 然后它大概都涨两天 对 第一天你不相信 第二天你看到任不住去追 通常就追到最高点 嗯 真的 那昨天啊 突破的观光谷 有没有叫熊师叫凤凰叫三富旅 有 你知道今天熊师啊 早上看到美国不是这样跌啊 人家开个什么小平高盘附近 是 正一下砰了一声 差一点点涨停板 嗯嗯对 收盘就差一点点跌停板 是 都是一点点喔 对啊 哇高低差喔 将近二十块 是 它不是一千块的股票 也不是五百块的股票 那是一百块的股票 对啊 昨天冲高涨停板一百一十二 今天最高点也接近两百二十二 是 那收盘只有一百零二还是一百零三 嗯 买在高点的又被 又被充乐充卦了 对啊 对不对很多啦 很多啦 现在是那支主导盘 快很准啊 嗯 但我跟大家报告 既然有人在主导 跟着他们的思路去做 提前卡位布局 你就会赚到钱 你不见得一定要去买到最强的那一档 是 因为最强的那一档也有可能 马上就什么 变最弱的那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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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大家都上同一部车嘛 是 那你要做最稳的那一档才会好 嗯 那我想喔 下礼拜你会听到很多很多利空喔 指数会不会往下跌 我认为会啦 是 但是啊 会有人顶上来 好不好 好 那今天给大家看这个梗图 这是今天盘中朋友在传的喔 下礼拜你看 这礼拜有什么 美国CPI数据 明明是好消息啊 是 不太长 对 联准会一天到晚在放利空 失业率啊 问题啊 对 经济又软着陆啊 美国事务就是今天啊 这是美国联准会主席啊 你想要做多 哇这一二三四五五个人 我也教你 对啊 这个世界非足足游赛 就算是梅西亚 是 准备要打冠军赛 对不对 就算是母八配啊 要打冠军赛 他们通常也是两个防守 三个防守 你有看到五个夹你一个的吗 太难 难不难 做多很难喔 真的喔 但是做多才会赚多嘛 是 做空啊 赚得快 但也很容易 马上又被嘎空 也可能嘎得快 对 因为你想要买 你想要空的通常没有倦 是 那你空的到的通常怎么样 都被嘎 对 这个不如好好的去找寻好的股票啦 好不好 今天这个梗涂 这是搭上世界杯的热炒 但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是啊 选到好的股票 是 找到现在的操作逻辑 因为 怎么说好的股票 台积电算不上很好的股票 算吧 但是不一定会算 今年做台积电基本上赚不到钱 今年只有十月买台积电会赚钱 是 真的 在十月的时候 然后赚 应该要说十月底买才会赚钱 对 其他时间买都不会赚钱 对啊 今年只有一个月可以赚钱 嗯 就是十月底 而且是只有那个时间 那一个礼拜可以赚到钱 对啊 那一个礼拜买的 买可以真的赚到大钱 是 因为它毕竟从三百七 对 谈到五百嘛 那三百七谈到五百 三成多啊 对 那就是它今年最好的表现 所以说 很多朋友说我买股票 我要长期持有 到头来 其实是因为长期没有什么 没有找到可以没有活力 没有办法卖出的机会 没有解讨 对 那我说我赚了三成我卖掉 怎么那么快要卖掉 有时候股票一涨就只涨到三成 是啊 我们尽量要让投资朋友去做到就是什么 用比较短的时间有效率的时间去赚到股票的钱 这样才会让你觉得说操作股票有这种感觉 好 好不好 那我想这个梗图就给大家开开心心一下 其实看起来很难 但有没有很难 也没有很难啦 因为内置每天都乱搞 今天又轮到谁 航运 航运 今天盘中我听到 万海涨一度涨停 一度涨停锁死 突然就是说这个时候底部第一根赶快追 结果居然就把万海打开了 对 对 非常快 所以股票其实还是要产业逻辑好不好 是 就算它反弹 我有没有跟大家讲过 你套在200块的人 今天一个涨停板的万海跟你有没有关系 没有 你会不会卖 也不会 你也不会卖嘛 对啊 但空手 但是你上面不会卖 那只要往上涨的每一个时间点 是不是都有套老人想要卖股票 对啊 对 那这种股票能走多远 那重点是 不管你运价反不反弹 是 你明年的合约价 有没有可能比今年的来得高 不可能 我在讲这才是大长线的东西 你说短期在 中国农历年的时间点 运价反弹 已经跌25周下跌了 24周下跌了 对 谈一下可以啦 跌生都有反弹 但它是不是趋势 不是 你一定要买长线趋势的东西 才会真的赚钱 好 听我讲 买短线题材 会来得很快 是 但你一定要懂得下车 嗯 但买长线题材 你就不会有任何的风险 好 为什么我说不会有任何风险 因为你买的是长线嘛 对 那长时间最终它要还给你 它应该有的价值 好不好 那费的再放音 经验告诉我 两三天之后将引过天心 是 我认为这个 这个是争对于整个个股的部分 尤其是中小型股票 但如果外资琢磨很深的 就不一样喔 是 还有就是指数文明非常乐观喔 我认为指数下礼拜 可能还会再继续回答 今天其实有没有撑住 有 你看今天盘中用什么撑 尾盘用 货柜航运去撑盘嘛 是 它是不是撑盘要脚 是啊 它们全职也很高啊 对 我看到连台泥都翻红 是 台泥座位盘蹦跳起来 涨一块 好久没看到台泥涨 它站不站全职 散 散 空盘有在空啦 只是它轮得太快 你跟不上脚步 那跟不上 我们就放慢脚步来 重新思考 怎么样才可以赚到钱 你总不要一天到晚 被人家割韭菜嘛 对啊 今天追这个 那个明天追那个 那后天追那个 怎么追都不对 好不好 封老师金日报 台股雷台 连续15个月 几乎保持人 5年8嘛 总计下219% 单计112% 行情来 我们都会帮大家找到强势的个股 不幸等一下你来看 好 那欢迎大家扫描 Q&A Co FSB688 这里面的每日早报 操作提醒 跟研究报告 那我今天丢了一个 比较有趣的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是什么 跟大家报告一下 是 这个是 中国啊 不解封则已 对 一解封啊 街上的人啊 是 都没有 比不解封还少 对啊 之前不是抗争我们要解封吗 嗯 现在解封了 躲在家也不敢出来 没人 是 大家怕感染 对啊 这个就很妙 然后他们要怎么样呢 改名 嗯 这个他们有中国 中国工医 那个工程院的院士叫中南山 我相信只要有 有看过中国大陆的一个视频 或是有去过中国大陆的人都知道 中南山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是现在 中国在对抗新冠疫情最有名的人 是 好 那他说啊 现在已经不能叫新冠肺炎了 嗯 要改什么 新冠感冒 是 为什么要改感冒 知道吗 让他像流感这样 因为他就像流感一样啊 因为大家都会中啊 对啊 讲肺炎大家很怕 真的 但现在的这些 这些病毒 是不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 说病毒啊 他要求生存 是 我把你弄死了 你就没办法继续传播 我就没办法继续延续嘛 嗯 所以他的病毒致死率越来越低 对 但传染力越来越强 那你现在又有打疫苗 那基本上传染到就像感冒一样 是 啊再重点就是 他也没有什么肺炎的一个症状 嗯 他就上呼吸道 你就喉咙痛嘛 对 流鼻水嘛 咳咳嗽嘛 你又被肺部又纤维化 嗯 貌似没有 是 所以他说要改名叫这个 名字一改 就不一样了嘛 所以改名也是有学问对不对 对 你名字一改之后 市场上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是 所以他就衍生出来一个新商机 我等一下跟你讲 好 好 等一下我最后会留到最后跟你报告 嗯 那当然欢迎大家 少瞄QR Code 继续 点赞分享 好 让更多人看到我跟肉依主持的股市奉神榜 好 那我想 Q&A 我刚刚直接破题了 对 大盘再破月线 下周行情反转向上或向下 对 行情有分两种 嗯 一个叫指数 对 一个叫个股 指数 没有那么乐观 嗯嗯 除非今天晚上美国股市的事务日 是 它超乎市场预期往上走 是 或者是 美国现在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个股啊 在破底的叫特斯拉 马斯克自己都偷卖啊 昨天肉依也问我说 哎 马斯克自己在卖股票那怎么办 是啊 如果他自己都在卖 就表示这一定下去嘛 嗯 我先跟大家讲喔 马斯克卖的东西永远不是车喔 他卖永远是梦想 对 他卖的是梦想 好 再讲一遍喔 事实上 这所有人要造车 谁造的不比他好 造车是需要百年公益的 对啊 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去买进口车 是 对不对 好那 要百年公益的东西 你花了十几年 好你用了一个所谓的 我们这样 电动车自于你手机加四个轮子 啊就这样 那可是我们都知道 越多的 哦 这个电的东西啊 越多需要这些的一个 晶片的东西 其实你 一台车弄到两个千个晶片 三千个晶片 一个不小心 有一个晶片断了 你就断电了 是 你整台车就定住 有没有很多 特斯拉的车主说 在一起 就变成了什么 变成一个大石块 对 突然不动 如果你有开过电动车 你知道我讲的什么叫 咚的那种感觉 嗯 那就是瞬间失去动力 然后它就会直接怎么样 定住 对 因为它是靠马达在转 它不像我们发动机 引擎 它 它会在活塞这样 然后 然后齿轮这样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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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它会划很长一段 很长一段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不一样 那 特斯拉 那个马斯克它卖的既然是什么 卖的是梦想 那梦想也会有泡沫的时候 是 它现在又有新梦想 我昨天跟大家讲 它要去做推特 对 为人民发声 自由频道 它要去做SpaceX 对不对 做低轨道卫星 精力不在这里了 再加上说 现在全球的电动车大厂 所有的 这一个车厂全部往电动车下去走 你说这个产业会不会好 会 但特斯拉会不会堵好了 不会 现在变其他人大家一起 所以电动车的供应链会不会好 还是好 还是好 好不好 那这个是我要先顺便提醒 所以 下个礼拜 指数我比较偏弱势 是 但是我觉得个股会很多 一直继续点火 但你不要人家在点火的时候 第一时间没看到 第二时间才去跟 那你就会像今天的熊师一样 它不是熊师 它真的就变病猫了 对 但会不会下礼拜又长起来 有可能 为什么 投信还在里面 是 那只是要小心 你看看 你今天尾盘是不是 收盘那个五点过后 你再去看一下 外资是不是又大卖了 因为这个外资 这基本上就是谁 吃外资 是 那有这么容易 跟你买那么多 好 明白 我现在就是内资手码先变先 是 好 来 货柜三想五后发动公司 对 航运还有戏 这就是叠声反弹死猫跳 还是一样的逻辑 好 好 运价就算稍稍反弹 是 离它去年 今年上半年的高点 有多远 我之前讲过一个案例 是 这是企业老板真的亲口告诉我的 嗯 一口货柜 四十尺的标准货柜 在去年七月 抢都抢不到的时候 一口货柜要高达三万八千块美金 哇 跟现在价格差好多欸 对 所以他们是不是赚很多钱 好 今年啊 上十月份我去拜访这位同样一个 企业界的一个老董的时候 他跟我讲 是一千七百块 美金啊 三万八美金变一千七百块美金 嗯 那不是十倍 不是二十倍 是超过二十倍 对啊 那现在你就算涨 你会涨五成回来吗 一千七给你涨五成好不好 一千七的五成是多少 一千七 算一下啊 对 数学 八百五嘛 对 八百五加上去两千五百五 好 两千五百五 他 他离三万八有多远 是 还有十倍 好大段距离 对啊 所以股价怎么回去 回不去了 跟瑞凡一样 瑞凡也说回不去了 是 我认为反弹有啦 但反弹是让你去卖 我记得跟大家讲 他就是做区间 你只能把它当区间 他不会成长 是 好不好 要做股票一定要做成长股 有梦的 好不好 好 来 这是今天盘前跟大家讲的 你可以谨慎了 但你不用太悲观 指数就算跌也会有人 互到不会让大家太紧张 不会全面溃提啦 嗯 我说过 保底已经确定了 保底确定了 保底确定了 保底确定是用谁来确定 我讲不算话 不算数啦 巴菲特讲总算数了吧 巴斯菲特都买了台积电 套牢都敢买 我跟你講 他的平均价大概就在480啦 行 那现在他没有赚钱 今天跌下来 他只有收到那个鼓励而已 是 那有没有赚钱 没赚钱啦 嗯 但是这边就是相对底部 所以你要再破底 除非下一次的讯息出现的时候 巴菲特卖台积电 那可能就会破底啊 但以巴菲特买股票的机会 得一个过去的观影 不可能啦 是 而且现在啊 我们都知道 日本也要找台积电去盖厂 嗯 对 为什么日本自己不盖啊 日本也有很多金元代工啊 是 为什么不带 他们有油厂啊 能力不足啊 嗯 德国也要找台积电去盖 台积电会不会去 也会去啊 是 总是有机会要去 就近嘛 虽然会带离很多的 台湾的就业机会 但是啊 这对企业发展来讲 多角化 也可以分散一些政治风险嘛 地缘政治的风险嘛 也不是坏事 好不好 所以长期来讲啊 台股的底部啊 越来越高 而且越来越扎实 这倒是不用担心 好不好 这个信心先给大家 好 我想一千 一万四千五百点 我今天对他讲 我说过喔 电子股 全子股会承压 这今天早上的 这个早上的一个分析 早盘分析喔 是 測支撑嘛 一万四千五十中央关卡 收盘有没有熟 还是有熟啊 对不对 但外支休假 就是内支控盘 中小型的飙得快 支付器的机壳 像银帮 成名店 成名店啊是 算是做什么 做银帮跟秦城 做不赢的 剩下的单子 都可以飙了啦 是 那银帮当然是主流嘛 对 那要来看 网通向心病这个照进啊 哇 昨天我把它瞬间拉长停 今天早上开盘开了快跌停 我还是跟大家讲喔 你做尽量是做什么 做是这个产业里面强势的股票 最强的那一个 带头的比较好 那板卡 滑琴 汉讯 昨天也很强 有没有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规律 大概就两天 人家发动第一天点个火 第二天就什么 就跑了 所以你要小心 好 原来要像今天的剑桥 南光 松日耀 今天南光和松日耀 还工长停嘛 对啊 但你去追你会不会赚到钱 不会啦 第一档卡会布局 我帮大家准备一档各股 好 好不好 好来 昨天还加入光光的熊师凤凰三富 今天就怎么样 坠落 我真真真真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 那个九天玄女的那个视频 会这么红 是 因为动不动在台股就是降肉了 降肉 真的 来这个盘喔 看大做小 调整资金比例 是 买黑卖红啊 不要追高杀低 好不好 好 这个 其实大概大家都知道 基本面再差也就这样了 嗯 明年底的通膨会大降 但那很技巧性的讲明年底 好 其实从一月开始就会大降 是 好 抱有说明年不考虑降息 那你讲了之后呢 不考虑降息没关系啊 但是顶峰利率会更高 下一次要升息是二月啦 但这中间都要看谁玩 都要看那一支 好不好 道琼指数 我们说他这个平台还没有跌破啦 还没有跌破就还没有太大的风险 但是就整个的一个 呃 技术分析来讲 这一段的高点 其实跟这段的高点 其实我之前就有讲过他高点不会太高嘛 对 但他有创高啦 但这一段跟这一段的空间其实差不多 那这个就技术面上来讲是 升息之后的第一段的出升段 嗯 出升段就算拉回来也有限 好不好 这里破了就一定来寄线 这个想都不用想 是 但他破会不会一定影响台股走 不一定 好 好不好 行情有两种 一种叫指数行情 一种叫个股行情 好 我们专注做个股 好不好 那斯达克这边 哇 残了 是 这个破了 对啊 所以电子股这边相对要讲比较保守 嗯 尽量降低电子股的比重 好 先提醒 来 非半指数你看这也下来了 是 所以 这没办法是连带的 好 所以 现在会最强的会是谁 非电 是 你看 熊师是非电 对 光光 旅游 生技股是非电 是 对 而且你还得吃药 是 还可以做保健 老人要吃保健 年轻的 年轻的生病要吃那个 这个治病的药 对不对 还有要做保养的 美容的东西 也有 这个 很多钱可以赚 好不好 那还有钢铁是不是 这礼拜也强了两天 对啊 它也是非电 那你就看到 这三种就看到了 是啊 还有今天的货柜也是非电 反弹 谁在控 内支在控这些 好不好 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 上市贵营收021月预算账 我说接下来会比较弱 要注意 这内支控盘嘛 没办法 这边啊 有没有破底 其实14000我还要守 但是我认为会回来测 是 道琼今天如果破了那个支撑 会影响加权指数往下破 那这里是一个重要支撑 这里破了 最多也是来际线 最多也是来际线 好 来际线这一段就算抄跌了 是 这时候你要坚定信心 用力给他买 好不好 贵买指数这边还撑着 我说过 我认为贵买会过高 因为内支在控盘 就算往下 我觉得都已经很有限 是 文家的观点 我说过 只有我用智邦在看 因为我认为 这个就是政府在控盘的一个 买进卖出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这是一个讯号蛋 好不好 你看他今天其实还守月线 是 那营收公告的强势 我们帮大家追踪 有银帮查利亚跟联合股科 是 中国解封 没人 对不对 等一下来看 好 智邦你看他今天有没有守月线 这是际线 是 这是际线 等一下 这个是际线 这个怎么看不出来什么线 等一下 我要再看一下小编这个部分 好 这个基本上应该是 照想要是季线 他连季线都还基本上有守住 因为少画一条月线 对 月线跟季线在这附近 他也没有守住 有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面 他只是攻不过去而已 好不好 在这里还是相对来讲 有在守 那他就代表说 我政府控盘的没有落跑 是 他如果一路跌 就政府控盘也落跑 知道吗 像这一段就落跑 不然怎么会跌 对 你有没有看到这一段 那落跑啦 所以才会失控嘛 失速列车 好 来看银帮 好这是我们八号 特别在跟大家讲 对我们说过 我们在这里就已经有 有money到这一公司 已经开始布局卡位了 是 然后公布营收 哇年增50% 跳空上涨之后开始 一连串的攻击 我也跟大家讲逻辑是什么 伺服器嘛 对不对 云端嘛 好第三根涨停 然后呢 继续往上攻 指数有没有行情 没有啊 各国有没有行情 有啊 今天再创新高 收盘收到119 好这主力的一个 琢磨非常深 好这个已经是 创了这三年来的新高 好 继续往上攻 那这个量还很有限 因为他已经准备什么 分盘了嘛 是 对不对 好你看1391张 成年量量小 就可以往上飘了 嗯 这表示这里都没有人套牢 这种才会持续往上攻啦 好不好 好 峰老师就希望我可以再帮你们找下一张 下一只银帮 到底谁是下一只银帮 我觉得都会有机会啦 你看我们在找股票的原则 来 营收一路往上增 这年增的是58% 是 股票已经也从这边大概走一段 好 这里啊 下礼拜因为它要干嘛 要除息 哇这间公司好耶 上半年除了一个5块 嗯 将近5块 4块4.9多 现在要除一个将近4块 3.9多 大概是接近4块 是 他已经除 礼拜一要除息 礼拜一除息 我认为啊 瞬间会填息 我认为会瞬间填息 而且他要走另外一段往上攻 你们持续来关注 这有营收保护嘛 嗯 今年就贯 赚了快要20块 明年可以赚25到30 这本益比相对低 还能成长 这是重点 然后联合股科你看 营收公告之后呢 从这里开始找 一个两个 哇 然后呢 创高休息一天之后 来 今天大盘跌了 这么惨 对啊 他也没跌啊 看不出来啊 对啊 那我跟大家讲 他营收还在成长 再重点是 这个全球解封 他不是只做中文大陆生意 中文大陆他是因为 之前封了 所以他营收少了一些 但现在是全球老人 都要换膝关节啊 对不对 这个换人才会软Q 对不对 对 所以他在长 好有一次隐藏版的 后面也会涨比他更凶 是 因为这个市场上比较熟悉 嗯 但另外一个是属于 类似于新药 那药症的 的一个公司 还在酝酿 是 等他开始真的出量发动的时候 我给大家报告 好 但是你在这边再去追 我们知道南钢 毕竟他 是做注射液的嘛 这个的一个技术也没有很高 嗯 其实还好 还好 对还好 那就是主力这边玩 是 那我认为现在在讲学货都有意思 其实我有个好朋友是里面的 有认识里面的高层 他们自己说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公司 会不会长这么多 不明白 都不知道 迷因股啦 是 迷因股啦 那松苑药这里面抗生素 嗯 一根 两根 三根 哪里继续走 这有主力没主力差很多 对 但我刚刚不是讲过了嘛 要给大家讲一个位阶比较低的 对不对 是 最超值的抗生素概念股 泰景 泰景KY 来我们先看一下大股东背景 好 永丰于 大集团 是 行政院国发基金 政府有入股 对 台糖 老牌公司 药滑玻璃 来 刚刚讲的钟男生说 麦克风秩序率只有0.1% 相当于普通季节性流感 那大陆流感商机 你看他如果把它定义成流感 那未来是不是流感 对 那流感是很难的药吗 不会 不是 有没有人在研究 有 没有啦 很少啦 国内只有谁 只有那个打预防针的 对 预防针那一家是 国光生剂嘛 对 那再来就是他有新药 是 那这TG1000 他要申请中国三起 警察注意中国三起 好 假设现在已经要把它改成叫流感药 嗯 流感喔 那未来谁会是最最标准的流感药 好 那是不是他在研发的这个TG1000 是 这是不是新药 是 然后他另外他的抗生素耐肉杀性 已经在俄罗斯上市 在俄罗斯上市 就是欧洲整个缺药 是 欧洲缺药 那未来就有大 就有机会大爆发 那股价这边是 之前在这里跟大家报告过一段叫 吼豆 那一段从16块走到21块 16到21块 三成多 对啊 三成多喔 好 那这一段拉回来休息整理 是不是重新又站上季线了 是 有没有突围回帐 那今天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位置 对 那你就想到 我刚才跟你讲了 这又有消息又有新闻 接下来会怎么样 他流感的一个新药 当中国大陆 发现啊 药真的不够了 那他又把它改名叫做 新冠流感 新冠感冒的时候 谁会最受惠 当然是有感冒药的啊 一夜 他会不会来个紧急授权 也说不定 有可能喔 那股票会怎么样 嗯 再黄标囉 那好好期待 好 先把握可以把握的 努力去争取 是 好不好 我知道行情啊 总是让人家看起来很可怕 但是你总是在 乐观的时候 太乐观 悲观的时候 太悲观 这是为什么 没办法长久赚到 获利的一个关键 真的 那封博老师希望 跟着Roy一起 在这里面 把最好的资讯给大家 好 那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 欢迎透过FSB688 或直接报答电话进来 让我们专业的团队 来协助大家 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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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